新北市五谷成州里利用活动中心顶楼 施作鱼菜共生可食地景 这片修器农园除了可以提供民众欣赏 还可以作为食农教育 所种植的蔬果也将供应给社区的饮法据点 举办共餐 五谷成州里利用活动中心楼底 施作鱼菜共生可食地景 二号这天特别举行街牌典礼 市议员蔡淑君公所及地方民众和小朋友们 到场一同共襄盛举 蔡淑君蔡医员还有我们五谷区公所 我们区长我们扩长 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乘这里 这个修器荣源能够顺利的完成 那在里长的要求之下 我们在这一个活动中心的顶楼 设了这么多的一个修器的一个凉亭 那也就让老人家在做这些鱼菜共生 然后呢就在采收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修器的一个地方 陈林毅里长表示很感谢蔡淑君议员大力赞助及公所的协助下 让这片修器农园得以顺利完成 一旁设置的修器凉亭 还可以提供主要正门聚会闲聊欣赏菜园的场所 他们种菜让他们活动活动 而且我们做出我们那个收成的菜呢 就是说有机的菜让我们老人共生 我们的长辈可以来享用 透过这样的一个鱼菜共生的一个方式呢 然后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 所以呢这边呢又可以让孩子学习到 也可以让长辈呢动动手 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寓教娱乐全部都有了 蔡淑君议员指出鱼菜共生系统除了可以提供民众欣赏外 更可作为教育宣导 所种植的蔬果将供应社区引法据点共餐食用 判见由鱼菜共生这个小生态圈 为地球永续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记者胡雨萱无故采访报道